虽然好几家美国公司特别是银行类估的公司 交出漂亮的企业财宝还有小核电等等 但是阶级没有总统大选 所以投资者还是很小心 我们来看周围的美国股市 涨幅0.09% 0.63% 0.4% 在这么不确定的总统大选里头 这样的涨幅已经表示市场 其实对于整个企业的表现 可以脱离政治有很大的信心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道琼还有标普都创下了新高 一整周下来分别上涨0.9% 6%0.8%跟0.85% 而在避险的情绪里头 虽然预期美元联主会会继续的降息 仍然让美元上涨0.56% 黄金破了一盎司2700元 也就是整个避险情绪太高了 黄金期货来到了2730的价格 本周上涨了2.01% 谁的价格呢 在以色列承诺 不会攻打伊朗的石油设施的情况里头 纽约原油价格终于破了一桶70块钱 69.22% 跌幅8.39% 布兰特原油跌幅7.57% 天然气跌幅1.39% 欧运的部分 欧洲央行本周宣布降息 贬值了0.64% 日元贬值了0.27% 韩环贬值了1.35% 新台币升值了0.36% 人民币贬值了0.5% 接着我们来看AI概念股价 NVIDIA本周继续交出漂亮的相关的报告 所以大涨了2.37% AMD大跌了7.1% Supermicro下跌了1.13% 超微 然后我们来看微软 微软是上涨了0.44% AlphaGoogle上涨了0.32% Intel半导体的部分呢 Intel下跌了3.35% 而台阶交出漂亮的财报 台阶大涨了5.23% 三星电子呢下跌了1.36% Osmo大跌了13.97% 我们刚前面的报道 Osmo几乎是跌停崩盘的状况 而电动汽车的部分Tesla 本周上涨了1.33% 中概股的比亚迪在美国发行的ADR 跌幅3.84% 美国的科技其他的股价 Amazon上涨了0.09% Apple呢 因为iPhone16 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高于原来的预期 涨幅3.27% Netflix涨幅3.27% 5.69% 然后另外呢 高盛集团跟金融有关的 涨幅2.36% 而Morgan Stanley小萌更是大涨了9.6% 所以金融股是涨最多的 而巴菲特的Berkshire Hathaway呢 涨幅1% 波音涨幅2.64% 虽然还在罢工当中 来看一下中国大陆救市的结果 上升指数本周上涨了1.36% 主要涨幅都是出现在礼拜五 生成指数上涨了2.95% 香港恒生指数呢 跌幅2.11% 香港恒生科技跌幅2.86% 而中国主要的几个企业的股价 明德时代在本周上涨了3.35% 主要都是涨幅在5% 主要涨幅在礼拜五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它涨幅7% 多 中芯国际大涨18.63% 脑洞科技继续涨幅38.98% 之前涨幅100% 阿里巴巴下跌了5.01% 腾讯控股下跌了1.82% 百度下跌了7.62% 每团消费型的股市呢 都会下跌4.28% 而万科是房地产股票 下跌了5.47% 也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 待会回到文献的世界参与周报